在1990年的時候 有一個英國倫敦的部商 他有遺傳性的血友病 那血友病他是性能遺傳疾病 也就是說 男生不能生要生女生 可是那時候又不知道什麼叫血友病的基因 那只好用最出招的就是拿一個 第三天的胚胎去看 這個男生是個女生 所以換句話說挑男挑女在1990年在 1990現在2023 123年前在英國就有了 那慢慢的 直接把他引用到用Face去做 胚胎的那個 平行性轉略 目前那時候也還沒有說 試管嬰兒很蓬勃 試管嬰兒也是1978年的事情 那為什麼有辦法 在1900年可以 做這個切片就很奇怪 我們說1978才有試管嬰兒 1900 1990 也就是試管嬰兒做12年就有辦法了 那因此就開始有些 試管嬰兒的切片 不過最早期的是第三天用Face 我們其實曾經也做過 結果後來 發現說 因為第三天的胚胎你只能拿一個細胞嘛 就像我們 那個劍凍人 他其實也是第三天拿一個細胞 到我們的胚胎都沒有受影響 那 後來 最早在1995年 民國84年 大概我們博文副總科開業的時候 那時候是用卵子的 Polar Body去切 那結果發現 因為他只能是代表卵子 卵子正常又不代表胚胎正常 那慢慢有人用第三天的 8細胞去拿一個細胞去切 那可是 在歐洲有些國家像義大利或德國他們不准做PGS 所以 那你只好做卵子的集體切片 那慢慢慢慢可以養到囊胚的時候 他們發現囊胚的切片三四百個細胞 我拿五到四個細胞是還OK的 那這樣的話 這是一路進來 一直到 21世紀初 大概在2000年 前期年之後 有一篇所謂的 Masterberg 就是馬斯、騰布、布魯克正義 就是說到底 胚胎正常是不是可以增加試管嬰兒 發現說 會許做PGS 非但沒有增加試管嬰兒 是減少試管嬰兒 那這個一直 大家就陷入恐慌 然後一直 直到2010年 跟我們一樣有QPCR技術的 Dr. Richard Scott 跟他的實驗室主任 Triff 他們發展是一個CCS 就是Comprehensive Chromosome Screen 那他用什麼 用QPCR 用SNP 用前基因擴張 4genome amplification 從一點點的DNA量把它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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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針對segmental的議場跟相看找出來 可是在2015年發生一個驚天動地的事情 把染色體 非整備的胚帶放到婦女 因為他沒有染色體正常的胚帶 給他放進去18個 你們竟然 剩下6個染色體正常的 你不是跟我講染色體不正常 怎麼會這樣子 這就是以前的 那回到台灣 台灣從1990年代 那個時候就有 1990年代 那時候就是可能看到倫敦那時候 陪他可以挑性別 所以其實那時候台灣也有人在做 那一直到在2007年台灣大學的陳思遠跟施伊林 他們使用Omipris的前基因放大 做了一個 一對夫妻他生了一個地上腦筋瓶血的 他哥哥還是姐姐 然後他們就刻意做一個 完全健康的沒有地上腦筋瓶血的 用他的幾代血去救哥哥姐姐 這個叫做Rescue Baby 就是那是亞洲地利 那也是全世界首次用全基因放大去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全拯救寶寶 這是亞洲首例 並非世界首例 那 這是台大 換句話說 在這方面台大走的還蠻前面 那 後來因為我們市管銀行又進入有一個 Retification 超快是冷凍 就發現 我可以切片以後等報告 那冷凍不會影響陪他品質 以前慢冷凍是不行的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台灣 跌跌撞撞的一個PGT 那回到2011年彰化基督教醫院跟台大 這裡有 陳敏馬國欽 張順平 陳信甫 已經離開了這件事記錄 針對QPCR包括我們醫院在內 他們我們做了QPCR的技術突破 還有一個 ARMS QPCR 就是說放大的那個突變 那做了20幾種單基因疾病的那個診斷 那 那 而非但如此 在我們醫院跟長期合作使用第五天的切片 陳小姐 9小時 就是 今天切隔天 我們是 一直到 隔天 只是一顆染色體正常 剩下 所以陳小姐那個 那個 Rapid Array 系階級是 9小時出來的 是世界第一例 所以那個也是我們的世界第一例 那 在2014年開始 陳敏他們的實驗室對聽障啦 然後神經退化啦 都有一些研究報告出來 那後續在長期的實驗室 也幫 開業醫包括我們博恩副展科 中山醫學院的李宗賢教授 還有高雄醫學院 高醫的一個劉詠賢 劉詠賢好像是 我們在看那個 四款嬰兒就是一個眼科 眼科其實是他太太 他其實是台灣最早做 陪胎切片的一個醫師 非常奇葩 那 PTTM 最只要是 JJ吐妻如果有 像我們現在有 Nin-Blofibrosis 神經性微流 首先要找到這夫妻的那個斷點 那根據這個基因的斷點再去做探針 所以目前台灣不論是 PGT-M PGT-A PGT-SR 就是所謂的 平行轉位 這個都可以做了 那PGT-A切片出來有三個平台嘛 是世代電系 基因晶片 RSEGH 或者是QPCR 那QPCR的好處呢 它是高通量 成本低 可是它切點是看不到Mossassism 跟Segmental SMP是 看得最仔細 可是 很貴 而且 它做 花報告時間比較久 那RSEGH 我們也做過 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神經纖維流 就是做RSEGH 它是整條染色體 不管是Mossassism 都會看出來 那再來就是NGS NGS大概因為 電腦都是比較個人化 所以很多實驗室 IPS實驗室 他們自己買 自己判讀了 那未來的胚胎 我們現在都是講NGS 未來應該是用Target NGS 因為我們現在做 切片以後 就是整個 整個細胞的染色 24個染色全部都放大 不需要 你今天如果說 就某一個 疾病的斷點 我就要 這個 標靶的這個 切片把它放大 就所謂的Target NGS 就TGNS 比現在的那個 還省事 那 所以 還有幾個 比如說 胚胎裡面的綠線體的DNA 過高的話 其實會影響胚胎作廠 那非侵襲性的 NIPGT 好像也有人在做 那 它有幾個 幾個 疑問的地方就是說 它是從哪裡來的 會不會有媽媽的 細胞的染污 會不會 會不會有精子的染污 會不會有Tropetum的染污 所以 這個好像可以用拉曼光譜來解結 那所以 最後 陳明醫師做個結論就是說 對一個還沒有進入試管嬰兒做胚胎快篩之前的夫妻 要提供非指導性的遺傳資訊 什麼叫做非指導性的遺傳資訊 就是說 你現在 沒有什麼病 你要做PGS 你的目的何在 要健康 要健康可以 或者說你今天像有神經纖維流 那我要跟你做的事 又有疾病又看染色體 那這個就是要用Array去做 那這個是 我現在剛念的是一個 台灣生殖醫學的發展的一本教科書裡面的一個章節 那最後一個故事就是 我們那個劍動人三代 透過 我們跟陳醫師的合作 那他剛才提到世界所謂其實就是我們 也是我們醫院的病人陳小姐 上過蘋果日報 所以 你需不需要做佩戴切片 你需不需要做快篩 還是請你 到試管嬰兒中心 跟你的醫師好討論 如果該中心沒有辦法提供這樣的服務 你可以來博恩婦產科尋求助詢